无者展现丽与美的艺术 为车展揭开序幕 车商主打的电动概念车 亮相惊艳全场 结合休旅车与跑车 外观更兼具时尚美学 有展出了从日本原装的一个概念车 这个概念车是结合了SUV跟电动车 以及跑车的这样三个概念 合在一起的一个新世代的一个车型 车展另一个亮点 是国内自制的第一台电动商用车 在动能技术的革新下 成为不少中小企业代步的好帮手 也大大展现业者在电动化的实力 这台电动商用车 目前邮局也已经开始在使用 旁边的展区也有展出了 PHEV就是邮电混合的 这样的一个底盘的一个系统 所展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车上的电源 也能够供家庭使用 碳卷绿能永续市场 落实环境保护以及企业永续发展 车商参展以新能源概念为主轴 除了车辆吸睛 假日更邀请各界名人和车迷互动 让这一场世界新车大展 丰富多元更有看头 自然的新闻众部导 自然的新闻众部导